那我接下来是不是下载好办例了 我们就先来介绍Power BI如何安装 如何下载跟安装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打开Google搜寻 我们来搜寻一下 认识一下Power BI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到Power BI的官方网站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式 资料视觉效果 商业智慧工具 请问有看到互动式吗 以色尔有没有互动式 因为它最先放的是互动式三个字 那我就想要问你 以色尔有互动式吗 例如说我今天我有两个视觉画图表 就是画好例如说一张直条图一张折线图 可不可以呈现在一张工作表里面 放两张视觉画图表 放两张图可以吧 可以对不对 你们都不理我 我就知道自问自答了 对绝对可以 例如说一张直条图一张折线图 那我希望说点了这张直条图 然后折线图要跟着变 希望嘛对不对 以色尔做得到吗 以色尔做不到 所以以色尔没有互动式 可以听懂 可以听懂 这等一下很快就会让你先见识到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互动式 互动式 好 互动式 资料视觉效果 这就画出统计图表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都看那个资料表的话 现在我们都不看资料表 我们现在都是直接画出统计图 方便大家来沟通 可以 所以这边视觉效果 没问题 那为什么叫BI 诚如之前我介绍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商业资料上面 我们已经很容易画出一些访计图表 而且看到他成功的运用 例如说 获利率 出毛利率 这些都是一定要先赶快算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老板最关心的 你拿一大堆报表去解释 我们从资产负债表来去看 从损益表来去看 你就算解释了再多 还不如直接给他看 那个各年 那个获利的成长 或者是衰退 一看就看懂了 所以慢慢的 在这个地方就觉得说 我们用统计图表 来去做一个沟通 是非常及时 非常即时可以看到资讯的 绝对远胜于资料表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称这种形式叫做商业智慧 那既然商业智慧的工具 那只是我们现在慢慢换过来 去用不同的 为不同的资料 希望能够看到 像商业智慧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点进去 所以你看当我点了Power BI之后 它的图 它是不是就是一堆的视觉化工具 一堆的视觉化统计图表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这就是Power BI 当然相对的 Table 你也是会看到一堆的统计图表 你只要大概先有这个观念 我们今天要介绍你大数据分析 就是要画出这些图就对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报告呈现的时候 你一定也是画出一大堆图 好我们可以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最好讲故事的时候 要有一个故事性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边数字是多少 然后它成长了多少 或者衰退了多少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完成了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再接下来它的整个树桩图里面的呈现如何 类似这样子来去做说明 我想很容易大家会看得懂 这是视觉化的重点 那接下来我就要教你 那如何去下载这一套软体 如何下载这一套软体 首先Power BI下载 我们绝对会到微软公司 微软公司Power BI的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好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下载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本机端先给各位观看一下 我建议各位先知道一下自己的电脑 自己的电脑 它是几位员作业系统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是64位员 你当要去装64位员的Power BI 如果你是32位员 你当要装32位员的Power BI软体 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电脑 是什么位员的作业系统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用这个资料夹 然后这边是不是会看到本机 滑鼠右键点这个本机 然后内容 内容 这是Win10 Win10 然后Win7的话 好像直接点一下Win7的图示 然后就会出现我的电脑 你用滑鼠右键点我的电脑 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会看到 我这一台的电脑是用64位员 我这一台电脑是用64位员的作业系统 所以系统知道是什么意思 现在大家看到的 全部都是IDM公司生产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笔电 我们这笔电不是用Apple公司的 你用Apple公司能不能使用POW BI软件 不行 不行 可以了解 记住 因为它所使用的 它所使用的那个处理器 全部都是那个Intel 反正就是不能用Apple公司就对了 因为它就是不出MAC版 这一套软件 不出MAC版 所以就算你带MAC来 也没办法去使用POW BI Table可不可以使用 Table当然可以 Table就可以使用了 它可以使用POW BI 它可以使用MAC 也可以使用在这种IBM系的NobuC上面 好 那接下来我就先关掉了 我先去做POW BI的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就先输入POW BI下载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点选这个下载 MICROSOFT的POW BI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可是我还是要加汇 使用比较旧一点形式的电脑的学长 因为有些人的电脑 它就是32位元 对不对 你要是直接点这个下载 它是直接抓64位元 就直接下载下来64位元的POW BI 所以你怎么找到34位元的POW BI 在这里 在这里 进阶下载 进阶下载可以 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拉下来一点点 请把语言 选成繁体中文 可以吗 这个地方选择成 繁体中文 然后我们去看 这个地方 再点这个下载 点了这个下载之后 它就有分32位元在这里 64位元在这里 有看到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 32位元的话 你必须要进阶下载 那边再去选择 那如果是64位元 你就直接点那个下载就好了 可以哦 好 那万一你不知道自己的电脑 到底是34还是64位元 怎么办 不要啦 回家问你的小朋友 知道吗 回家问你的小朋友 因为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你买的 notebook 基本上都是64位元追系统 包含像我在台北市政府 我就被告知说 老师 你现在备课要被 Windows 10 搭配什么 OBIS 2016 以上 因为他这边只会提供 这样子的环境了 来做教学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你可能 至少要问到你的追系统 是34还是64 你不要先惯了34位元 如果产生问题 然后你再去惯64位元 最好不要这样做 好 那我就先关掉这部分了 请问 会不会去点这个下一步 进行软体的下载 下载下来 一定放在下载里面 可以吗 这边我就不带后 不带各位继续去做了 有没有问题 因为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很少人问我下载这件事 他只会问我三色位元跟64位元 如何去选32位元这件事 所以我只要交到这边 基本上后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软体的安装就是快速点两下 你是不是去下载里面去找 那就可以安装了 好